一人快走一小时是他每天放松休闲的唯一方式 不过这时他还是会思考工作的问题 一天会有几个小时 那个脑子是稍微就像关上一样 就不想那些公司的事 我看电视 有时看电视里的内容 也会可能想到隔离店跟隔离店机有关 没有任何事 比如你泡澡的时候 也会想公司的事 就只要一醒 对 现在我们同学给我打电话 同学都笑我 打电话之后我审讯问他说 你用什么产品很好 你就是个最大的销售员 最好的推销员 早晨在海边散步 然后好他一大早穿的特别美的 晚约就来了 我会觉得特别好 他内心其实有那样的一个人在的 只不过生活不给他这个机会 去展现那一面 他每天要上班穿成这样 他员工该疯了我觉得 但他其实心里他喜欢那样 你知道多少钱才一百多块钱 在哪买的 在希腊 那个什么圣托里尼岛吗 也不是岛藏就在的那样 鸭点啊 对对对 挺好看的 我特别喜欢穿长青 对其实很好看的 但你平常不能这么穿啊 在人们的印象中 霸道女总裁是这样 这样 还有这样 妆容精致 一身职业妆 不过董明珠却常年素颜 一着风格温婉 但是这丝毫没有削弱 他从骨子里透露出来的霸道总裁气质 哇胆子可大了 那是九九二年 我们住海有一次最大的台风 可是我想看看这台风到底啥样子 我们就看一看货车过去 看一看货车我坐在货车里面 我们就一直距离很近 大家就到这吧 一阵那个浪打过来 把整个车子都掀了 就你人好像在海里面 就全部一个浪从你前面进来 这个这个恐怖感 先把浪把你卷走 对啊 那我们赶紧就跑啊 赶紧看着吹就跑 那这是第一次体验台风的威力 太吓人了 你这一眼看也感觉是很厉害 但是那里面